这里是小姐姐视频站,我是你的小姐姐 很多人触视秦岚,还是在《还珠格格》第三部中 他饰演了看似可怜,实则为夺宠生子不择手段 不惜屡次嫁祸,栽赃,冤枉小燕子的反派角色 可以说是《还珠格格》系列中静容默默后最讨厌的角色了 虽然秦岚在多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单纲主演 但颜值和演技双双在线的秦岚并没有大火 但这次凭借演习攻略算是大火了一把 秦岚饰演的皇后简直是完美的存在 服装造型端庄大气,原生配衣婉转温柔,人设也很讨喜 对皇帝一心一意,对后宫嫔妃关照有加 只要一个人美心善的皇后,为广大网友盛赞最好的皇后 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意象 凭借着复查皇后一决,37岁的秦岚终于尝到了爆红的滋味 2018年,她持续发力,加盟热门综艺五星武林大会 让观众看到了她多才多艺的一面 秦岚还投入到陈凯歌监制的新剧《外八行》的拍摄之中 在其中饰演商女行手《瘸色花魁》 外表温婉却身怀五亿的金秀娘 《外八行》是一部民国传奇剧 是陈凯歌导演入居网剧的首部重磅作品 该剧于今年6月正式开机 经过两个多月紧迷落骨的拍摄 剧组于今日正式发布剧中主要角色剧照 秦岚一身绿色旗袍,破为惊艳 相比复叉皇后的柔热如水别有一番味道 这民国造型也是美出新高 想想得有点小期待呢